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万网红波特王两年前和前公司 因合约问题闹翻后双方展开了诉讼 最后法院判决波特王胜诉 确认YouTube频道以及波特王的名字归他所有 然而波特王近日透露他不得不删除 与前公司合作期间拍摄的485部影片 因为依据合约内容 前公司拥有这些影片的著作权 波特王感叹过去曾因拒绝下架 与前总统蔡英文同框的影片而引发争议 当时前公司还站在他这边 然而多年后这家公司却成了他的对手 尽管他赢得了官司 但删除这些影片还是让他感到遗憾 他在删除影片前再次观看了与蔡英文合作的影片 感叹蔡英文是改变他人生的重要人物之一 虽然这些影片无法重播 但回忆将留在心中 他还提醒观众们 未来若无法找到这些影片 是因为他已依照判决要求将他们删除 未来 Databheer 我一定要发到这些影片 由于苏